目前年满18岁拥有公投投票权 但是没有宪法规定的选举相关权利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9号举行记者会 公布网络民调结果 由48.6%的民众赞成修宪 将选举权由20岁下修至18岁 52.6%的民众支持年底大选举办18岁选举权修宪公投 台少谋秘书长叶大华表示 已经有八个下修选举权年龄的提案完成一读 但是立法院迟迟未成立修宪委员会 他呼吁朝野政党把握修宪契机 叶大华也表示 年底若举办选举权修宪公投 则年满18岁的民众能不能投票 中选会应该申请事宪离清 那这个修宪公投票 18岁的具有公投权的公民到底可不可以投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请教 就教我们立法委员 那另一部分希望中选会能够本于职责 能够主动申请事宪 到底这个部分的法令界障应该怎么处理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发起人林彦廷表示 已经有过半数的民意支持选举权修宪公投 应该尽速启动修宪公投 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要尽速来启动这个 事法性上面的解释 能够让我们18岁到20岁的这个青年公民都能够在年底的投票 如果有这一个修宪案的投票的话 能够有这一个神圣的一票来决定说 我们是不是要同样的扩大青年参与 立愿尽速启动修宪 中选会启动释宪 台湾蒙要求立法院尽速修宪 对此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 当初因为国民党坚持要将不在籍投票纳入修宪范围 朝野因此措施修宪契机 民进党未来会积极推动宪改 时代力量立委巡有名也说 目前18岁公民没有选举权的情况很荒谬 明明是超越蓝绿的议题 却因为政治算计而没有下文 他认为民众应该自行连署推动修宪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王伟廷采访报道